我覺得女性真的是一個很偉大 我們真的要尊敬一下 因為我們在遇到的時候 像是明明就很年輕 然後女生大概就三十多歲 就來門診 她又看的是 可是三十多歲 你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三十歲是人生骨質的巔峰 她三十三歲 三十三歲就來看骨質疏鬆 我就覺得很怪 這種情況一定是有一些特殊原因 才會導致三十三歲 回頭問她 她就說 因為她 二十五六歲很早 她那時候就發現 在二十四歲那時候就開始月經 有點不太規則 兩三個月 三四個月就越來越長 到最後二十五六歲 就完全停經了 結果我們做了很多內分泌檢查 一抽血 結果發現她內分泌 不只是女性荷爾蒙低下 她 她所有的內分泌 全部幾乎都低下 那這種全部都低下的狀況 所有指向就是 馬上給她排一個核齒共振 因為腦有一個叫腦下垂體 是內分泌的中樞 都有這個大腫管去調控全身 結果腦下垂體的部分一看 她是說 這之前就是幾乎就是一個 重傷下的腦下垂體 有很多的缺血之後的一個結果 結果回頭好好問 這一個小姐 她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她說她二十五六歲的時候 開始月經不來 二十四歲的時候開始不規則 因為她那時候發生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她生產的 她在生產的時候 嚴重大量大量大量的出血 那時候輸了超多的血 在生完之後 她後來我們珍珠委這個名字 叫做 也就是說在產後大出血的時候 造成腦下垂體 嚴重的出血 造成我們這 所以變成是 她越經後續又開始 女性荷爾蒙越來越嚴重 完全不規則 無法調控 所以甲狀腺也缺 然後腎上腺也缺 女性荷爾蒙也缺 全身內分泌通通都缺 所以她這一輩子 所有的各式各樣的荷蒙 全部都要靠吃藥來補充了 那所以說 前面說 女性 尤其是我們媽媽們 真的是我們需要好好尊敬她 為了生下孩子 然後承受了非常大的風險 跟很多的這樣子的一個危險 真的很了不起 來 我們看第三項 好 腸胃蠕動有頻率 失去平衡小心病上升 是 所以腸胃蠕動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知道 它到底是慢還是快 所以通常病人來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事情 會拿起我們的聽診器 往肚子那邊一靠上去 如果它大概數分鐘 才有咕嚕這樣子一聲 就比如說一兩分鐘 兩三分鐘才這樣一聲 通常是代表說它太慢了 它太慢的話 它有可能是老年性的便祕 常中風或者是腹墨炎 但是如果說它過快 譬如說我們在聽的時候 它可能就一直咕嚕嚕嚕嚕嚕 就是基本上就是 每分鐘可能超過數十下這樣 通常要考慮的可能是一些 腸胃炎 細菌感染病毒感染 或者是像 大腸肌造症 或者甚至是像腫瘤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個案子 它是一個51歲男性 它那個時候來 其實它本身沒有什麼病逝感 它主要是公司的那個 員工健檢的那個胃鏡 發現它的那個胃裡面 有一個小腫瘤 大概一公分上下 然後就請它來醫院看診 那那個時候 我們當然做一系列檢查 那個時候我聽它肚子 我就覺得它的腸胃蠕動 有稍微快一點 那其實坦白說 我們初步看起來 那個胃鏡的那個形狀 那個初步看起來 它那個內膜還有一點點潰爛 比較像是惡性的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就先做那個電腦斷層 電腦斷層確定它沒有其他的問題 沒有看到任何轉移的病灶 真的就只有胃這個部分 我們就幫它安排手術 手術把它這個腫瘤切掉 之後一樣 就發現它是惡性的 它是叫做腸道 腸胃道的肌質瘤 那這種肌質瘤它很特別 它就是要不就是有可能很年輕 比如說二十幾歲 也有可能發生 但它最常見大概是在五十 四十五十六十這一段期間 比較容易發現 那這個肌質瘤它很討厭的地方 是它是一個非常容易會復發的東西 所以它在治療的時候 我們因為它當初來的時候 是1.9公分 我們就幫它切掉 切掉後續其實就是 我們會幫它健保申請一些標靶藥物 後續要吃藥吃三年 可是因為這種肌質瘤它很容易會復發 所以如果它在三年後 它還是需要就是一直大概三到六個月回來 做個追蹤 如果確定它還有復發的跡象 有時候像這樣的情況 它必須要吃 就是不能停藥 這是我其中一個案例 那我其實我有個朋友 他的就是他的朋友 的確就是二十幾歲 那個時候就發現是肌質瘤 可是他自己也不太在乎 他就開完刀之後他就很瘦 那個男生就是很瘦很瘦 他開完刀他也不太在乎 他就覺得說我那麼年輕 就算是肌質瘤 他也不在乎 他就是只有 他就是吃藥吃一吃 他覺得不想吃 他就沒有吃 後來他到三十幾歲就刮了 好像二十二十九 不到三十 就是復發 那復發的時候他就是覺得 他食慾越來越差 這個時候其實越是年輕人 越不認為自己會生病 所以他就越來越差 到最後他再去追蹤的時候 不得了 他那個肌質瘤 已經轉移到全身了 所以後來就是 不要把藥物也壓不下來 最後就很快就走掉了 身體很多器官都有規律性 當規律被打破的時候 就要小心是疾病找上門了 趕快尋找專業的醫師來治療 以免耽誤的病情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